今天要用防恩打索文 防恩是勝率最低的射手 簡稱最爛射手 索文是勝率最高的射手 簡稱最強射手 你們猜猜哪一隻射手比較厲害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又哥 I'm Yuga 今天呢 魔攻流防恩再次登場啦 這個魔攻流防恩呢 我相信你們大家已經看到超級多次了 我為什麼會一直玩魔攻流防恩 肯定就是因為他真的很強 可是呢 老實講 很多人把魔攻流防恩玩得很差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跟你們說 魔攻流防恩他到底強在哪邊 然後你們需要注意哪一些細節 好,在一開始 我有講過 防恩他在前幾是一隻非常強的射手 就是要盡可能找機會去消耗對手 那你絕對是不會輸的喔 重點在於你一定要掌握好 自己的技能 像我黃標暈到馬上接紅標 先走人 等一下技能冷卻 那記得 打人之前最好頭上要先 疊出一個隨機的標 這樣子我們去打人 可以瞬間丟對手 三個標 一、二技能 還有頭上隨機的標 你看索文已經殘血 他還想吃兵線 順一焦 再丟這個標 直接拿到索文的人頭 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覺得 我剛剛殺那個索文 有任何的操作嗎 完全沒有 只是在於 要注重自己頭上的那個標 只要找到機會 就去消耗人家 那也因為防恩他的前期 真的很強 所以我都會走得有點深 好險這邊隊友給我一個提醒 他說敵人消失 所以我就馬上 退回這個草叢 然後看一下 真的有阿萊 阿萊來支援了 防恩因為他天聖沒有位技能 所以他很怕被人家抓 像是對面的輔助飛淚 或者是他們打野之類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小心 不然一打一的情況下 防恩絕對不會輸 就是有兵線就輕 盡可能 紅標去打到越多隻小兵 他效果會越好 因為紅標是範圍傷害嘛 那看一下中路 我沒得幫 那只好蹲一下索文 那其實我這個位置 就有點站的太前面了啦 你看喔 確實有消耗到索文 可是飛淚 一來支援跳一下插一下 哇 我就要被他抓死了 好險最後 換掉一個索文 有沒有看到防恩 他的順傷就是那麼高 再來吃個小野怪 經濟絕對不能輸給人家啦 那這邊想說吃個零鳥 但是吃著吃著 看一下那索文 好像位置有點深 可是我又不太敢出去 因為我沒有發現 那個飛淚的位置 所以先清個兵線 吃個零鳥 穩穩的穩穩的 往前走突然看到飛淚 還有索文弄出來 這個不得了 好險我有瞬移 然後 差一點我死掉 可是這個飛淚 我順傷打下去 最後我的大招如果 不要歪掉的話 我覺得飛淚會不用秒掉 好啦反正我死掉了 沒什麼好說的 輔助終於想起我了 很甘心 他終於來幫我了 他可以幫我戰視野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沒有衛進了 突然看到人 那個撤退路線太長了 這邊差一點秒掉飛淚 不要跑掉了 我跟那個霧己的傷害都蠻高的喔 看來看去 好像可以吃個魔龍 但是打野離我們很遠 如果 突然對面的打野來了 這個魔龍很有可能會被搶 又或者是索文開個大招 這個魔龍也會被搶 但我們蠻lucky的啦 沒有人過來 沒有人發現我們在吃魔龍 前期就是五五波嘛 就是大家一樣 5比5 可以吧 我覺得不是一個順風場 也不是一個逆風場 這樣子來看 這個防人是最準的 那利用一點時間 吃個下野怪 趕快把我的皇冠出起來 現在我已經學乖了 我被飛淚弄了兩次喔 現在我都打得很龜 你看剛剛飛淚突然跳進我前面的草叢 我現在真的蠻怕飛淚的 不怕索文 但是怕他的隊友 那我現在直接退到草叢喔 那確定 有隊友來幫我 我才會去清這個兵 如果隊友沒來的話 我很有可能會被他殺 這個要注意喔 所以不要為了守塔 而送掉自己的命 那現在確定了 輔助就在我旁邊 所以我的位置呢 站得蠻出來的 索文跑去中路 可是飛淚還在我這 這邊就要小心了 因為飛淚嘛 感覺就是會直接跳到我的臉上 所以距離一定要拉好 我們打野來了 所以我這邊往前走 飛淚 一腳就給我跳上來 要確定欸 他直接被秒掉 霧己直接開大招殺進去 然後吃了阿萊的綁 阿萊沒有綁 我肯定往前幫忙殺這個阿萊啊 隊友已經幫你吃綁了 你就勇敢的往前去打阿萊 那我這邊 先跑 剩下的 就交給你了 納克 交給你秀了 漂亮 他連人帶茶 一起拔掉欸 這下路算是開通了啦 回補之後 幫忙納克 吃個魔龍 那這個魔龍呢 是被發現了 安格莉的突然殺進來 然後我一個大招 把他秒掉啦 然後飛淚跳過來 這個飛淚肯定也是撐不過的啦 芳恩真的很痛 那個瞬間爆發喔 而且這場有沒有發現 對面很多充牌角 誰敢跳到我的臉上 我就大招一個噴 把他噴死 這樣子 簡單解決 那這邊躲個草叢 看有沒有人會進來這個草叢 最後是沒有人進來的啦 所以我就清個兵線 來到了中路 這個中路 好像會打起來 可是有阿萊 就真的很怕喔 霧己直接開大進去 馬上吃綁 吃綁呢 我也是有丟一個紅標 但發現 狀況不妙 所以我的距離 有沒有發現 一直拉得很好 然後一個大招噴死了飛淚 我覺得射手 如果你沒有位移技能 你的安全距離 一定要保持好 以前我玩魔攻流凡恩 我一定會去蹲草叢 蹲在很深的位置 然後看到有人來就給他一套 可是這場呢 我一次蹲草叢都沒有 因為對面太多衝牌角了 那這邊一樣 安全距離嘛 那個飛淚直跳過來 但是他沒有插到喔 因為我的安全距離 是有保持好的 大概就是這樣 那 我蹲草叢確實是可以秒掉一隻 但有可能 我秒掉一隻之後 我也會被人家抓掉 所以這場我還是以 發育跟穩穩打為主 看到阿萊吃綁了 我們先把索文殺掉 索文殺掉之後 先把這個炮車清一斤 清完之後再來幫一下隊友 大招噴 貝類瞬間殘血 打死他了 再來處理這個瑞克 以前我的凡恩也是絕對會走到人家的 正前面 去丟大招 但我這一場 有沒有發現 我也都是會跑持一個安全距離 就直接開大了 中路可以推喔 對面死了三個人 感覺可以推到高地耶 不對不行 因為現在推完 二塔之後 兵線會走得很慢 這個瑞克送頭 瑞克送頭可能要收下來的 這個塔爆掉你看 兵線 好像會減少60%的跑速喔 所以跑得很慢 要等他一下子阿 高地可以推 先打高地 不對有索文耶 先殺他吧 果斷直接秒 而且我還是教睡衣的喔 不然這一場 我都沒有秒人 有種 沒有玩魔攻流反而的快感啦 阿萊沒把 可是主寶打我 等一下 然後再回頭去打 可是阿萊暈到我了 溫泉裡的飛淚 一個都不放過 直接溫泉殺 太狠了 那應該就差不多結束了 遊戲才13分鐘 可是這個魔攻流的傷害 你們都看得見 我打了39%的輸出 太痛了 太誇張了 最爛射手防人vs 最強射手索文 你們都學會了嗎 其實防一打索文真的很簡單 就怕索文有隊友而已 不然一打一 防人絕對不會輸喔 那我是幼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